近日,著名导演冯小刚现身美国,同时出现的还有他的夫人徐帆女士,以及他们的女儿许朵。 从披露的画面中可以看出,冯小刚穿着随意,上半身穿了一件深色休闲外套,下半身穿了一件卡其色休闲长裤,脚上踩着漏纸拖鞋。 徐帆女士也穿着类似的居家休闲服装,夫妇俩正在豪宅门口送客,从他们的动作和表情来看,客人来头非同小可,他们的态度非常热情。 他们的小女儿许朵是他们领养的孩子,多年来一直是如己初,打小就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,如今到了刚刚成人的年纪,又跟随养父母到美国洛杉矶定居,想必未来也会留在美国发展。 冯小刚是中国第五代导演里最出色的之一,他的作品对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影响巨大,他的存在对中国电影行业意义深远,他如今带着家人定居美国洛杉矶,是否预示着即将告别影坛,谢甲归田呢? 他出生于北京,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他的家境普通,却赶上了最好的时代,因为军旅生涯,有幸结识以王硕为代表的那一波人,为后来的电影事业奠定了基础。 环顾他三十多年的导演生涯,可以用一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来形容,他最出名的几部作品几乎都是极富金圈文化特色的小。 成本片子,他善于拍出利用黑色幽默来讽刺社会现状的作品。 可惜他不甘于如此,资本的狂流进入影视圈后,他以及一众导演纷纷转型,向好莱坞大片靠拢,结果可想而知,导演不再拥有话语权,他们沦为了资本的棋子。 冯小刚最后一部电影是2019年指导拍摄的《只有云之道》,反响一般他与2017年拍摄的芳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绝唱。 也就是说,冯小刚在五年前就开始筹备接下来的人生规划,这部《只有云之道》是他困兽游斗的试水之作,既然反响平平,他也就死了继续从事导演的决心,打算归隐田园了,离开生活了六十多年的故乡,是一个无比痛心的决定,但对他来说没有更好的办法,因为他的选择并不多。 他既需要远离娱乐圈的纷争,又需要找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,还需要安排女儿的学业问题,他已经购置了房产的美国,无疑成为了最佳选择。 冯小刚先后于2014年和2018年在美国购置房产,分别花了500万美金和600多万美金,他们当下所住的这座豪宅是花500万美金购置的,当下的市值约653万美金。 若人生只剩下这两个不动产,一家三口就可以无需任何劳作,可以过得无比舒坦,可他们的资本远不止如此。 冯小刚的财富主要来自拍摄电影所得和投资所得,他一生中共参与了近百部影视作品,他在完成作品时从这些作品中获得了一部分分红,且能够持续从这些作品中获得分红。 据不完全统计,冯小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有五家,目前仍处于存续状态的有两家,其参与投资的公司共有13家,大部分都处于存续状态。 徐帆跟着丈夫一路走过来,参与过多部影视作品的演出,徐帆火的那个年代,还没有如今娱乐圈的紧张环境,他这一生所积攒下来的片酬可想而知,这些片酬投资出去,所收回来的红利可想而知。 演员的镜头是导演,导演的镜头是商人,商人的镜头是现金,人活一辈子,无非图两点,一个是名利,一个是自我,前者他们已经有了,就算能够赚更多也没有太大意义,后者才是他们当下最渴望的目标,回归自我,寻找安逸,享受人生。 而这一切,都需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,看得到摸得着的钞票,是这些人晚年所需要的安全感的来源。 冯小刚已过花甲之年,很多网友关心他有朝一日是否还会回国拍摄电影, 对于这个疑问,可以从一些细节之处寻得答案。 有网友注意到,冯小刚已经清空了个人社交账号中的全部内容,只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头衔,何不知何去何从的2200多万粉丝。 如果只是暂时旅居美国洛杉矶,大概率不会可以清空国内的社交账号,他如此做只有一个目的,就是彻底告别过去,彻底告别影视圈迎接崭新生活。 作为一名导演,他留下了多部经典佳作,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他是合格的。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他的性格和言行颇具争议,恰如他这最后一个决定,依然极具个人风格。